19.康有为密谋杀慈禧,1898年9月 康有为想要干掉慈禧,为了这个目的他得拥有军队 他想到的第一个人是直立提督涅士成 据说康的党与王赵两次去说服涅士成 只要他听话,就给他直立总督的位置 可这哥们儿知道这是行不通 毕竟保卫北京的军队可是慈禧大妈手里的 后来慈禧搞戊戌变法 立马就把他信任的荣禄拔出 来管京城和周围的军队 隆禄还当了直立总督兼北洋大臣 驻扎在天津 他手下有个袁世凯,厉害又有野心 他看到沾康党边的人都得到不可思议的迅速提升 于是就跟他们套近乎 以把98年9月11日在康有为推动 组建制度局的高潮中 试读学士徐志靖上书推荐袁世凯 光绪马上通知员即行来经避见 9月16日在慈禧拒绝批准康党时任名单 光绪写密招寻求办法之后 光绪接见袁 把他连体两级升为后补侍郎 叫他今后所有应办事宜可随时剧奏 颖晖的鼓励员直接跟皇上联系 第二天 袁世凯谢恩 据他的日记记载 赵建时光绪对他说 人人都说你练的兵 办的学堂甚好 以后可与荣禄各办各事 看来光绪是在暗康有为的意思 设法拥有一支自己的军队 9月17日 慈禧老太后透过光绪皇帝命令康有为出京 到了9月18日 谭思同深夜来到袁世凯在北京的住处 袁世凯知道他是新鬼进城 所以非常高兴地出来迎接 谭思同说他有秘语 请袁世凯到那时把仆人都赶走 在那时寒暄之后 谭思同说明了来意 要袁世凯带兵入京包围一和园 以便他和他的人能诛杀慈禧老太后 这老不死的看在我眼里 只要我一人就能解决 谭思同告诉袁世凯说 从古到今 没有不用流血来改变局面的 必须把一群老不死的都杀了 才能有所作为 还说下一次袁世凯见皇帝的时候 光绪皇帝一定会给他一道 赵书 袁世凯写道 我看到他的气焰那么凶狠 就像个疯子一样 但他是皇帝身边的人 又不知道他是哪里来的 如果我拒绝他 可能会激怒他 损失就会很大 只好推迟 于是袁世凯告诉谭思同 这是太大了 不能轻率做决定 康有为已经在安排了 把袁世凯手下的七千人调到北京 安排在一和园旁边 康党杨申秀9月19日上奏折 说圆明园修建的时候 在殿座下面存有黄金和银子 应该去挖掘 奏折成帝的第二天是光绪皇帝 预定第三次接见袁世凯的日子 这样皇帝可以派元的兵进入北京 去圆明园挖金子 到时候再冲进隔壁的一和园 抓慈禧太后 袁世凯面临选择站在哪一边 皇帝还是太后 他反复考虑 如痴如病 他对谭思同说 皇帝的一寸纸条 谁敢不遵 如何不成 会知道他为何最终选择了后党 连夜去一位太后身边的王公那里告密 在北京 光绪接见了袁世凯 还会见了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 这位伊藤博文可是甲午战争 马关条约的策划人 其实这几年由于欧洲列强的侵略 很多中国人对日本的态度 都从仇恨变成了好感 不过日本还是积极 游说中国有影响力的人 想和中国建立联系 康有为就私底下写了三封奏折 让皇上聘请伊藤博文帮忙改革 治理国内事务 他们还特别提到了英国传教士李提摩泰 以及自己作为参赞 奏折的重点是让东西各国名士 来管国家事务 而且名士主要就是伊藤博文 如果皇上能用得好它 那就可以让新政快速实行了 所以说 有了伊藤博文和李提摩泰的帮助 以及康有为的参赞 中国就能转获为福了 奏折还进一步鼓动 与日本组建东亚联邦 有个叫西村博的日本老板 在天津办了个叫国文报的中文报纸 使用的是日本的明治年号 还是日本外务省资助的 这报纸发表社论说中国改革必须由伊藤博文指导 这侯爵的功名冠于亚人 为中国人所敬畏 改革还得听他的 伊藤博文感觉自己的位置稳了 来天津之后 在家书中给妻子写道 被清国朝野欢迎的不得了 皇帝也等着他呢 光绪帝四身贤命 年仅27岁 好像也对日本有好感 光绪给日本写了风国书 开头竟然是敬问我同周至亲致敬友邦大日本国大皇帝好 结尾是希望与日本共相维持 以其保固东方大局 光绪定好在9月20日接见伊藤博文 康有为暗中起草呼吁光绪任命伊藤的奏折 按国际惯例 只有光绪在推荐奏折上批示同意聘请伊藤 亚蒙就成功了 康有为为什么要力推伊藤博文 你以为他是出于真心为中国好吗 懂政治的人可不会这么天真 康有为有个大大的野心 他想掌控光绪 一山岂能容外乎 李鸿章 张之洞都觉得请日本人做顾问是个好主意 但他们都知道伊藤这个顾问不能请 疫情就等于把中国变成日本的附庸 李鸿章甚至还说了句可笑言 康有为和他们一样聪明 岂能不知道此理 可是为什么康有为还是如此积极地推荐伊藤呢 这可能跟他跟日本有交易有关系 戊须变法开始后 日本的国文报就开始大力宣传康有为和康党 还帮助康有为跟光绪挂钩 张英环是最西化的官员之一 头脑聪明 才华横溢 慈禧相当器重他 经常让他出使夺国 还让他在华盛顿举办舞会 他是第一任中国公使 他还代表中国出席了维多利亚女王的60周年登基大典 成为了首位被英国封决的中国官员 从日本驻京公使石野文雄给外务大臣青木周藏的报告中可知 张氏他们固定的绝密资讯来源 所以有一次翁同和被罢官后 石野自然而然地去找他打听内情 结果他就把所有的细节都告诉了这位日本人 他因此遭高层人士弹劾 控告他行踪诡秘 把国家之密谋大计输给了洋人 据说军机大臣廖寿恒还对慈禧光绪说 张英环掌管总理衙门交涉秘 亦行踪诡秘 旁人根本不得问之 谈何者指张英环和康有为过从甚密 有人说 亨经常在深夜到希拉胡同张大人处住宿 张大人的家还差点被慈禧大妈抄了呢 不过幸好光绪还是站了出来保护他 最后也没抄成 张英环用私下运作的方式 将康有为引进到光绪皇帝身边 还不走正常的保举路线 他偷偷把康的信带给皇帝 这些密信不入轻功档案记载 英环可是光绪皇帝最亲近的人 他为什么要想方设法把康有为搬到皇帝身边啊 据逼者对史料的分析 这位张英环可不是无私奉献的为国家和皇帝着想 而是在执行日本的指示 身为张大人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他曾是谈判偿付赔款的中方代表 公使时也同情倾国 申请把偿还赔款的期限从三年延长为十年 当时中国债台高筑 还遇到了黄河决堤等自然灾害 可惜日本政府并没有同情中方 一口回绝 张大人在日记中写道 日本欲与中国相连 成虚于耳 张的动机显然是为了钱 此人素以奢侈的文明 拥有价值连城的珍宝 还喜欢赌博 据说他还接受了俄国的贿赂 这是俄罗斯档案证明的 大学是徐同指控他贪污受贿 前因北洋重振海军购买战舰 油压经少 冒领六十万两之巨 而且他还假托洋商雷肯 八三折扣 外加好出费 至清国吃亏两千万两 传言该侍郎与洋商分飞入籍 徐称中外臣民都在唾骂张英环 他完事不公 对国家利益毫不在意 他和翁同和一起代表中放 与德国占领的焦州湾谈判 翁同和感到痛苦的如在糖火中 可是张英环躺着又说又笑 让翁觉得不可理喻 张如此贪财 可能早就为了日本服务了 甲午战争中 中国惨败与他有关 光须依赖翁同和决策 而翁同和则依靠张英环 翁带张如左右手 凡是避思而后行 每晚还专程送一句风来 里面都是日经办奏书闻读 必须经过他的审定才能发布 这张英环熟悉参与最高层决策 主管着宫廷跟前线的电报联系 可是他却被称为汉奸 给人感觉很可疑 据说日方侦破了中方秘电马 所以在甲午战争期间 日军能够了解中国军队的调动 和光绪的赔钱底线 本书作者认为 是他把秘电马送到日本人手里 如果这件事属实 那中国十亿人的百年苦楚 要算到他头上了 听说当年慈禧接到一封奏折 是杨崇一这位 李洪张庆家送上的 奏折提醒慈禧 要注意一个叫康有为的家伙 可能会被人带进宫里来 对光绪会造成极大的影响 据说还有封闻日本的 伊藤博文也要来京城 甚至可能会被聘为顾问 如果伊藤真的上了这个位置 那可满清基业就真的拱手让人了 所以杨恳求皇太后要即日训政 这番话显然警醒了慈禧 他可不能让伊藤博文这种人 到光绪身边乱搞 于是他决定第二天就回到北京 以保证光绪接见伊藤时不会乱来 可是到了夜半三更 他突然被叫醒 袁世凯报告了关于为袁世后的事情 慈禧当时的反应可想而知 他根本没想到光绪会卷进这种密谋中 毕竟光绪一直表现得很孝顺 怎么会参与这种事情呢 不过从袁世凯的报告中 慈禧还是发现了些端倪 那些密谋者竟然以光绪的名义 要求袁世凯调兵包围一和园 而光绪还要求袁直接跟他联系 而这些密谋者竟然或康党有关系 而光绪和康有为的关系也不是一般的好 慈禧当时也不敢急着采取行动 他要先证实这些事情 毕竟袁世凯的报告也有可能不是真的 而且光绪马上就要见伊藤了 他也不知道这个密谋跟日本有没有什么关系 19号凌晨 老佛爷慈禧就按照前一晚的决定离开了伊和园 表面上一切都和往常一样 他吃过早餐之后登上了船 穿过了长达十公里的御用运河高亮河 两岸垂柳 还排列着警卫军 在调整水位的闸门前 他下船走到岸边的寺庙里粘香 然后继续乘船到了北京城边的伊红堂码头 站在小桥上 听着流水缠缠 看着曲狼红墙 他上了轿子 直奔席院 这看起来虽然很悠闲 但其实他心里可是翻江倒海的 光绪听说老佛爷突然来了 赶紧跑到宫门口跪后 慈禧却还是一副若无其事的模样 第二天早上 光绪按照原计划第三次见了袁世凯 虽然没有像谭四同那样给袁什么诸玉 但这并不代表他没有想过要给 老佛爷的突然到来 可是让光绪打了个机灵 据袁世凯的日记记载 在觐见过程中 袁告诫皇上 心尽诸臣 故不乏明达蒙勇之事 但阅历太浅 万事不能缜密 堂有书物 累积皇上 关系极重 光绪听了这番话 面容扭曲无法回答 光绪明白袁世凯的话的意思 老佛爷看来 也知道了他的卷入 袁世凯见完后回到天津 光绪去向老佛爷请安时 他还是一脸若无其事的样子 然而 第二天早上 光绪在秦政殿接见了一藤博文 并按照为他拟好的稿子 请求他向总理衙门提出建议 可是 一藤博文一离开 老佛爷就立刻软禁光绪 在他的寝宫营台 光绪一下子就成了阶下囚 可怜的光绪 黑魄写了一份诸语 再三恳请慈禧训证 蒙皇爸爸恩准 随后光速举行了慈禧归正的仪式 此后的慈禧的接见官员时 遮挡他的屏风被拿走了 慈禧从幕后走上了前台 慈禧太后想要知道 皇帝和康有为之间的关系 于是他开始审讯太监 想挖出谁是给光绪传话的人 结果张英环等人都被暴露了 慈禧要分别抓捕这些密谋者 可是他来晚了两天 康有为已经在深夜和谭思彤碰头了 听说袁世凯还没点头 康有为知道大事已去 于是他找了杀手碧永年和谭思彤见面 碧永年描述了他们如何得知策反失败的情况 早上谭军正在梳头 碧问他袁世凯是否可用 谭军回答说 康有为一直想用他 但实在没办法 碧又问昨晚有没有向袁世凯透露密谋 早就说过了 然后毕说金是败义 这是什么事 出口还能收得回来吗 你等待灭族吧 他不想和他们一起就义 立刻辞职走人了 结束了他和密谋者的关系 康有为夜走了 他去找英国传教士李提摩泰 想要得到外国的保护 他在信中说 你还记得我们谈过的政治概况 和你如何安全地窝藏我吗 李提摩泰是许多上层人士和名流的朋友 他梦想着能够改造中国 让他成为上帝的王国 并亲自管理这个国家 他的建议之一是给慈禧太后 派两名外国家庭女教士 李的计划被外交官们设为是天方夜谈 连康推荐的顾问伊藤 也没能让康在日本使馆避难 伊藤第二天就要见光绪 他不能因为康的问题 而影响自己的行程 于是 康只好匆匆忙忙地逃离北京了 他逃得很快 逮捕命令都来不及下达 他已经到了天津 并且登上了一艘英国轮船 向着上海的方向驶去 把康接走了 然后送上英国军舰前往香港 在香港 日本领事来拜访 并邀请康去日本 据康的卧史记载 日本首相大V重信说 有志赢东亚 表示要保护康 康就这样去了日本 而霍康一同密谋为原事后的梁启超 也到日本使馆求助 伊藤这时已经会见了光绪 明白自己不可能进入中国权力中心 于是帮助梁逃往日本 梁启超化妆成为日本人 在日本人员的保护下 到了天津并乘坐日轮东渡 与康会合 而那个认为变法必须流血的谭思同 在被捕前一天 据梁启超说 日本知识们劝他去东游 但他不听 再三强调自己的观点 说各国变法都是从流血中得来的 今中国还没有因变法而流血的 此国之所以不畅言 如果有 仅从四同史 9月28日 谭思同被斩首了 还有五个人也一样倒霉 包括康广人和杨申秀 以及其他三个军机处张晶 听说康广人在上刑场的时候 只穿着袜子 一脸慌乱的模样 面如死灰 但是这个谭思同就不同了 据说他慷慨就已依然自得 这场刑罚在此期统治的40年中 算是第一次 因为政治原因杀人 整个国家都被吓到了 不过更令人心寒的是 其中两个人 刘光帝和杨瑞并没有参与密谋 也不是康党的成员 他们还以为公堂审讯 可以证明自己的清白 结果却在审判开始那天 就被提出监狱处决了 听说杨瑞被斩的时候 血用章语 识人议论 此缘起 康有为此时已在外国开记者发布会 说他有光绪的密诏 要他出国设法拯救皇城 在407报9月27日报道的次日 慈禧要违背族制不舍而诸 他觉得审讯这些人会把光绪卷入进来 如果光绪被卷入了 那么王公大臣们就有可能听命于他 列强们也许会出兵讨伐他 日本甚至会趁机入侵 这后果可就太严重了 不审讯 就可以避免对他造成致命威胁了 当然 这个决定可不是轻松做出来的 因为文武百官 甚至连军机大臣们都大害 错愕不胜 惊痛此心 呕吐大作 他们觉得行之烂 罚之不公 至此极异 不过 慈禧还是坚定地杀了这六个人 他甚至在上狱中掩盖了光绪的卷入 把光绪也变成了像他一样的阴谋受害者 康有为当然否认 称慈禧计划杀害光绪 背叛皇帝的叛徒 袁世凯将日记浇珠子密藏 至此从未公开 英国驻华工时 斗纳了爵士认为 慈禧制造谋杀谣言 是想阻止光绪的激进改革 八十年代 有些中国学者在日本的档案馆里 找到了一篇叫做《鬼谋直记》的笔记 证实了康有为想要围攻颐和园 并杀死西太后的计划 慈禧杀人 不是为了阻止违心 而是因为权力斗争 有人要夺权 有些人还是认为要是康有为当政 说不定还能比慈禧治理得更好的 不过这个问题可真是因人而异 完全可以有不同的见解 本书作者认为康的达人论一元术 目标好像并不是想要在中国 实行西方式的君主力限制 他说中国不适合这个制度 因为中国的人民都像小孩子一样 还没成年呢 要是让他们自主学习 可不一定能成才啊 他觉得中国只能用军权来治理天下 康有为受任办官报后 有一次 他拿着宋伯鲁的名字上奏折 要求全国大小官员和学生 都必须购买他的报纸 还要求各省民间的报馆言论 都必须先送官报局 并由梁启超来集合 如果有什么不实的话 就得纠正并禁止 这不就是要由梁来当全国新闻检查 总署署长 把他认为不妥的书都禁掉吗 当身在海外 由梁启超来协助 采访 演说 著书中都不一余力地制造 关于慈禧的不实之词 从独死此案 到弃死同志 再到逼同志的皇后 吞金自尽 还说慈禧 把件海军的全部款项 拿去修仪和园 导致甲午战败 估计人们相信他 是因为他暗示消息来源 是光绪皇帝 并且声称有皇上的秘诏 而且是逢在腰带里 偷运出紫禁城的一代诏 说皇上根本不认慈禧为母亲 他不过是先帝之一妾 而且是个淫乱之公妾 除了六君子 慈禧还下令 处死了一些太监 无论他们犯了什么罪 宫里的太监 可是一句话就可以诛杀的 这些太监在被处死之前 还被下令板责 有的被关了两年 有的甚至被关了一辈子 监狱是那么不堪 镣铐都年旧失修了 兼房子强塌塌闪裂 连城放尸体的棺材都不用了 直接抛进了万人坑 当然 有些人还是被宽恕了 比如徐志经 他虽然背叛终身监禁 但两年后释放了 因为八国联军侵华的时候 别的囚犯都跑了 他没有跑 慈禧说他上职未法 所以把他放了 至于张英桓这样 在西方国家都很有名的官吏 就很难处死 西方人要求释放他 慈禧就把他发配到了新疆 八国联军侵华时 在慈禧要和英日谈判之前 下令将他处决了 以免英日要求 以此为合作条件 事件平息之后 慈禧希望继续推行 误需变法 于是他发布了一连串上誉 声称要自强新政 不仅是已经实施的政策 需要继续执行 还有那些之前只是提议 但并未实行的政策 也需要逐步推广 他还说 千万不要因为一时的困难而放弃 于是 许多改革措施 在闹去之后 得以继续进行 不过 慈禧老太太训证之后 就开始收回光续之前 发布的誉旨 取消康有威和他的党羽们的晋升 他还恢复了光续时期废除的部门和官员 并撤回了一些不切实际的指令 比如鼓励全国人民直接给皇帝写信 他还停止了对科举制度的激进改革 其实 他也是被迫这么做的 因为当时在华阳兵 教室和当地人之间频频发生冲突 甚至还有教室被杀害的事情发生 这导致了杨兵接踵而来 玉城火车进京 慈禧老太太非常需要平静稳定 因为所有变法上誉都是以光续的名义发布的 可光续被扣押在监狱里 而康有威又逃亡国外了 所以人们不可避免地会觉得武徐变法夭折了 而康有威为了推翻慈禧 还竭力优说外国政府出兵 拥戴光续 他甚至在日本和情报人员会面 希望得到支持 不过日本情报人员宗方小太郎告诉 我们不会轻易出兵 但如果时机成熟 我们也会提供援助的 康有威当年想让光续附委 建立保皇会的 可是慈禧大妈哪可能答应 非要把光续关起来 他把银台岛变成了监狱 楼梯门坐全给堵上 栅栏也要严加检查 就怕有人潜入 冬天一到 连银台周围的湖面都被冻住了 慈禧又怕人从冰上接近 还让人凿兵打开一帐宽的凉水 真非想帮忙联系康有威 也被关起来 紧攻一侧还被墙封了 颐和园的玉兰堂也没能幸免 门窗全被砌上了一朵灰砖墙 这下美丽的颐和园 可是丑陋了不少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